带云年抵达祭坛 终生传来 枪炫拍拍小妖的手 留下她一个人 准备迎接这个属于她的时刻 整座祭坛用白玉搭建 共有99级台阶 下宽上窄 威严地助力在圆桥山顶端 再加上全副铠甲 速立在祭坛四周的号灵精兵 让人顿生静默 所有宾客都穿着 郑重的礼服 站在官礼台上 安静地看向祭坛 全大荒的人都为她而来 她笃信 除了前世那些 真正动手杀了她的人之外 一定还会有人通过 她今日的衣着容貌 认出她并不是 浩灵王的女儿 毛球也在不远处的树上 看着她 随着她的脚步 慢慢走上台阶 浩灵王看清了她的裙子 飞红绚烂 那双眼睛 小妖缓缓站定在浩灵王面前叩拜 浩灵王不知早上的变故 只是暗暗叹了口气 浩灵王带着小妖先祭拜天帝 再祭拜浩灵的列祖列宗 她的礼仪做得很好 既端庄又虔诚 直到仪式结束 来宾们在侍者的带领下 依次离开 人群中 有人捏紧了拳头 入夜 小妖躺卧在舒适的床榻上 已然睡去 大王姬不喜人打扰 平日除了大门外 有两个护卫 内殿只有三个婢女伺候 今日 王姬累极了 让所有人都撤到外面 不要扰了她休息 不出所料 后半夜 有一把匕首 抵在她的颈上 小妖本就在贾妹 此刻睁开眼沉声道 你是沐家的人吗 对方反而被她这句话问得一正 那你是真是 身是还是近是的人 小妖接着问 这次杀我 就单单来一个人 这可不是我要的结果 话刚落音 来人已经中毒 毫无防备地向后倒去 小妖转身坐起来 提着那人的领子 一手推起她的额头 是一张陌生的脸 小妖一挥手 点燃了床边的烛火 说话 你到底是谁 那人一头 黄棕色相间的 蓬乱头发 眼睛圆溜溜的 面上左右两边 有几条须 穿着件毛茸茸的短衣服 这是个妖怪 那人已经露出 小小的尖牙 冲她哈气 叛徒 哦 猫咪妖怪 有一点 莫名的 可爱 小妖揪住她 试着摸了摸她的头 你别生气 有话好说 谁派你来的 猫妖被摸了几下 斜着眼睛看她 脖子一梗 你杀我吧 我绝不会跟叛徒 多说一句的 你那么可爱 我不会杀了你的 只是你看 我这店里 能让你闯进来 是不是空空荡荡的 你不说 我就把你留下来 找一道现行锁 套在你脖子上 让你留在这当小猫咪 好吃好喝待你 平日里让我摸摸脑袋 怎么样 小妖笑眯眯地说 只是当宠物猫 都得来一刀 你懂吧 小妖的眼睛 往下看了看 猫妖觉得 一阵冷嗖嗖的什么 穿过了她的毛裤 我 猫妖咽了下口水 我叫金华 是陈戎君红姜的义子 香柳说服我们炸死 让我们追随赤臣的女儿 我们在荒岛上 等了这么久 香柳一直只送消息 不让我们见你 我奉命来探查消息 正遇上你的典礼 你知不知道 你爹是谁呀 你就在这认爹 猫妖金华越说越气 你们何起火来骗我们 我今日抱着 必死决心来的 你让香柳也出来 有本事 你们一起杀我 嘘 小妖趁她嗓门 还没把门外的人引来 忙打断她 你是陈戎君的人 你知道 红姜他们都在哪队吗 别假惺惺的 倒是香柳找的 她知道 在哪你不知道 要一网打尽就直接来 陈戎君不怕死 精华的气势 又弱了下去 别废话 小妖抓着她的下颚 塞进去一粒解药 香柳什么都没跟我说 她这个毛病一直没改 我本想着 引那些与赤臣有仇的人 设局来杀我 我以命为耳 告诉枪炫 只有香柳能救我 谁知道引出你 小妖给金华灌下半杯水 你快点恢复 被灌的五迷三道的猫妖 终于腾出嘴 你说的那些仇人 如果是刚刚问我的 牧师什么的话 我在来的路上听说了 牧师死了 其他当家人不知所踪 他们不会来杀你了 小妖此刻心里只有一个想法 她愿意以命向患的人 嘴巴怎么就这么紧 做过是什么也不同自己说 那今日这个计划 不是白准备了 等找到香柳 一定要撬开她的嘴 看看是什么 让她把保密工作做得这么好 感觉你这个号灵大王鸡 不太聪明的样子 猫妖恢复了身体控制 后退两步活动了几下 还是忍不住小心翼翼地说 我可能会跟义父谈谈 追随你风险挺大的 小妖还沉浸在所有计划泡汤的错愕里 这样子落在不同人情的猫妖精华眼里 显得更傻了 她是红姜从别人手里抢来的 那时候精华还是个小猫 因为长得可爱 被人拴了链子当宠物养 说是宠物 却是主人心情好才赏口吃的 心情不好就拳打脚踢 那链子恐怕就是小妖口中的现行锁 也是精华的噩梦 所以刚才她才会这么害怕 她不是怕那一刀 是怕被锁的日子 童年阴影 即使你长大了 依旧能在被突然提起的某个瞬间 钳制住你 走吧 带我去见红姜 小妖有了新的想法 你是怎么进来的 就带我怎么出去 陈荣君不是一直要见我吗 我这就去 精华满脸为难 我是混在宾客里进来的 找了个空档 两边宾客互相都以为 我是对方的宠物 就这么被放进来了 我来 就没想着出去 小妖心里一阵无语 也是 都怪自己催点里催得着急 又刻意安排了很多事 才让五神山的守卫变松 现在 一切都结束了 守卫如常 想溜出去 几乎是不可能的 请电 传来轻轻地敲门声 小妖用眼神示意精华夺好 自己走过去 一手握着匕首问道 谁 那声音 无比熟悉 青秋图山景 斜七半夜来访 多有打扰 请大王机见谅 内心震动 迅速打开门 门外是一席轻衣 温文尔雅的 屠山景 和明艳大方的防风异影 两人面上 完全看不出 儿子失踪的焦虑 请进 小妖把两人让进来 两人进门后 又要向小妖行礼 被她拖住 请问此处 是谈话之初吗 屠山景问 小妖想了一下 走进后面 把猫妖精华拽出来 这是陈荣君 红江的义子 除她之外 这里没有旁人了 不过 我想 今日你们来找我谈的话 是她可以听的 屠山景点点头 从怀里 拿出个顶一样的东西 放在桌上 嘴里念念有词 很快 轻薄如沙的光 包住了整个房间 不得不防 这样外面 不可能听到一点声音 屠山景笑着说 我与异应打赌 大王姬今日的请殿 一定留了空隙 等我们来拜访 看来是我赢了 房峰异应四世 想起了什么 念上一休催促道 说正事 屠山景把流连的目光 从房峰异应身上收回 认真起来 前些日 有歹人闯入屠山市的事 王姬应该是知道的 剑小妖点头 她继续说道 屠山市善追踪 我一路跟随 除了必定保护我儿安全之外 还探到了另外的事 那歹人 是西岩枪炫的人 她抓走我的孩子 是为了逼我们 与湘柳生出嫌隙 那歹人汇报之后 得了西岩枪炫的指示 要把我儿送去西岩藏起来 我安排了人手 趁今日大点枪炫脱不开身 已经就回了我儿 请王姬放心 之后有任何动作 都不需要顾及我儿 小妖放下心来 都是好消息 给你们添麻烦了 湘柳对我有救命之恩 以命相报 我可以做到 只是支持大王姬需要压上全足 我内心本来还有些打算 可西岩枪炫的手段 着实让人生畏 大人之间的事 至此何孤 今日 我也是来表明态度 屠山市愿追随大王姬 说吧 屠山景病防风异应 深深行礼 这一礼 是陈礼 小妖赶忙又扶住他们 是我该多谢屠山市 另外关于向柳的消息 屠山景从袖子里拿出一张地图 我之前也在他身上放了追踪的东西 不是信不过他 是怕他仇家太多有危险 这次的事发生 我才第一次追踪他的行迹 你 就是 感谢观看